马总统上午出席新竹线亲子提示能运动大会 已经61岁的马总统 是和幼稚园小朋友一块来跳暖身操 看起来有点卡卡的 还差点绊倒自己 好 往上水 往上水 小举刀给我看到你的手 就怕动作跟不上 听从主持人的指令 甩手低腿 样样都在抢劫拍 马总统出席新竹线的幼儿亲子提示能运动大会 下场跳暖身操 活络筋骨 一 二 跳起来 四 跳 六 七 八 即使平常有在游泳跑步 不过和小朋友PK体操 总统阿伯似乎还是得提起直追 同手同脚转圈圈 左脚半右脚差一点点 就被自己给绊倒 没有视线练习过 动作怎么看怎么不流畅 这是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参加幼稚园的运动会 我非常的兴奋 很想把老还童跟大家一起比赛 大探体能和体力实在不如眼前这些小小萝卜头 不过特地来到这场运动会 当然有目的 我们开始推动五岁免费入学 去年先从外岛 还有原住民开始 今年全国实施 免费入学方案预计会有 二十万名小朋友能够受贿 运动之余不忘记政策宣扬 亲子日 左地台下的爸爸妈妈 催生也催票 专选和目前新竹台广报道